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时间太久了 内部都上锈了 巴BQ了 那这也不能介绍呀 于是我又买了一个韩版的 但是这韩版的东西 后来无意之间又遇到了一个日版的散货 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也是这个系列脱更到现在的原因 两个版本包装是一样的 就是文字不一样 韩版这里的文字还用了烫金工仪 厂商这里也加了一个韩国的玩意品牌 打开以后 再建的这里有一个塑料片盖板 主要是用来还原剧中的刻印图案 但是卷了以后 啥呀这是 两个电池一套灯组 有点简陋呀 不过这也是这套玩具的玩点所在 除了本体 还有它的召发钥匙 短剑的外观造型方面 圆形和棱角的碰撞 加上很多和基隆剑相似的细节造型设计 使得两者的风格高度统一 短剑的单定玩法就按动握把的这里 可以弹出箭头 那继续按动 中间的灯组会转动 并且亮起来 当达到一定的稳定转速 再配合亮灯的频率 就会形成刻印图案 但是可惜的是 在影棚的镜头里 手机快门无法同步闪光频率 所以拍摄不出形成的刻印图案 我这太难受了 无法给朋友们展示这么好玩的功能 我是有点惭愧的 通过波动侧边的波纽 可以形成四种不同形状的刻印图案 分别对应了龙 火焰 冰 闪电 再来看一下它们的组合玩法 结合的方式很简单 按照剧种 我们先插入钥匙 召唤魔弹转剑 尾对尾接上以后 箭头会弹出 同时触发音效 这个原理就是 这个凸起碰到了这个位置启动的 所以不插钥匙也能触发 不过安东这里呢 还是基隆镜的三句台词 插入钥匙以后 就是它的专属攻击音效 结合以后的双刃基隆镜 造型又上了一个台阶 我更帅了 体积也很大 长度达到了77厘米 握在手里非常的有感觉 但是中间这里没有连接的卡扣 握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 别掉了 总的来说 在这个状态下 体积和外观的表现确实惊艳 但是玩法和联动上略有欠缺 那下期视频 大家想看神机龙剑还是斩龙刃呢 想看神机龙剑的发个1 想看斩龙刃的发个2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可以点关注 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有趣的分享